时隔半年多再次见到我什么感觉啊 嘴巴还是那么犀利 哈哈哈咱们第一次见面时 你对我真实内心 os 是什么太高了 哪句台词或者场景让你觉得 印象很深刻呢 猎女怕蝉狼 猎女怕蝉狼 蝉狼蝉他呀 岂不闻猎女怕蝉狼 你觉得咱们组 不用问了这个问题 你觉得咱们这个组 不用问咱们这个组 我就是颜值担当 我就知道他只有这种问题一不用说 那你觉得咱们组谁是垮台担当 垮台 那也不是你 哎呀垮台 垮台还是你 就是美丽的垮台担当 是吧颜值美丽的垮台担当 你会用哪个词形容我 铁铁骨看人 那你也用三个词形容一下 论可情 卦谣 骚气 喜欢 哎 淫湿 你见到我的第一印象是如何呢 第一印象 一眼万年 你是觉得我长发帅气还是现在帅气 各有千秋 那 过了这几千年看到短发的我你是觉得当年的我帅气还是现在帅气 不分伯仲 你是如何看出我翼蓉使的真实样貌 我看人不看面相 哦都看他的蝴蝶 你翼蓉主要变化了哪里 我主要变化了我的骨头 哦 原来是个照片 哈哈哈 所以你是颜控吗 我不是颜控 我是顾控 你觉得初次见面时我对你做的哪件事情会让你想跟我做朋友呢 同 哈哈哈哈 我让我好好想一想 忘记了吧 同你给我炖鸡汤开始 刚才的问题有反问您 如果你可以带一样现代的东西回去 带什么 照相机 为什么 记录我们的美好